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大群猕猴在草地上寻找食物 猕猴与游客的距离甚至伸长手臂就可以触碰到 这也导致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常发生人猴冲突 当地民众就说多次发生猕猴闯入店家 抢夺餐车或是摊贩食物 游乐区的猕猴数量还逐渐增加 约有80只栖息让大家相当苦恼 嘉义领馆处也积极启动猕猴监测 距离措施带来听一段访问 我们也发现到有发生零星的人猴冲突事件 那为了减少人猴冲突事件的发生 所以我们培训了阿里山的生态旅游协会 还有阿里山工作站的成员 我们来组织猕猴的驱猴队 领馆处表示驱离措施邀集在地居民参加教育训练 组织人猴冲突巡护队 移动物驱离枪 漆弹枪 嚇阻猴接近游气热点 也会加强对游客宣导 看到猕猴千万不要任意喂尸 希望你能否得了 请以为 谢谢大家